卡塔尔办世界杯 咱跟足球相同配色的国宝熊猫也过去住行 最近大熊猫京井四海被租给卡塔尔 每支100万美元租期15年 另外还有每支50万的保证金 好家伙 这出场费比梅西西罗高多了 给咱国宝新建的行工总面积12万平 故宫也不过15万平 这豪华程度立马成为熊猫馆新的世界第一 馆内24小时精准模拟四川的气候和环境 工作人员也受薪 专门跑来京井四海的出生地留学 组团学说四川话 回卡塔尔把熊猫馆照着他们老家样安排装修 这个圆形水池是专门给二位玩水的 在这水比油贵的沙漠地区 一落落真金白银砸出来的 诚意满满 还没谈婚论嫁呢 产房幼儿园都已经给安排好了 火什么那就更不用说了 包专机来四川打包好一周份的定制外卖 就是从小吃惯了的老家新鲜竹子 管饱管购 还搭配胡萝卜 苹果和专属的熊猫窝窝头补充营养 奶爸奶妈也一起接过来陪住几个月 用家乡话和他们聊聊天 这饲养员真是沾了熊孩子的光 工资估计得要翻好几倍 所以首次移居中东的大熊猫 一个多月下来 两位已经增重六斤 日子过得滋润身体是最诚实的 算国家队没能过去 咱国宝的出场也算给足了牌面 咱国宝出名的人家人爱 世界各国绞尽脑汁伺候熊猫 不惜签订不平等条约 大笔杂钱还要证明自己有条件 有设备有诚意 甚至要能吸引我国的资源和技术 荷兰为了租到熊猫 努力16年熬走三人首相 2015年终于求到租界权后举国欢腾 还直接照着故宫修了个房谷宫殿 一砖一瓦都从中国进口 真是爱他就让他享受帝王般的待遇 以于这是苏格兰和老大哥英国闹分裂 但一说到得让动物园里的熊猫移居英国 苏格兰人民立马被戳中了软肋 不能独立那就算了 但熊猫我们可必须要啊 熊猫妈妈怀孕时 英国直接在熊猫馆上空设立禁飞区 怕打扰他休息 当初英国没拿到租界权时 送给中国几头迷路 盘算着回来应该能收到熊猫 可惜啊 失算了 只收到了杨泽娃娃鱼什么的 芬兰动物园为了给熊猫过中秋节 直接请了个合唱团唱 但愿人尝酒 全地球第一熊猫迷当属日本 吕氏的熊猫夫妇生下小公主香香 这下子啊 成了日本国民闺女 为了能看她一眼 买票得抽签摇号 抽中了也只给看一分钟 还有痴心死忠粉 买了年票天天去拍照 本该归还中国的日期 也被三番五次的拖延 拖到了今年底 冬奥会看到人造熊猫冰敦敦 也是两眼放光 同样是租借熊猫 印度就没那么容易了 卡特尔申请租熊猫一次就成功 印度都羡慕哭了 按道理 印度也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和国际影响力 本以为进水楼台 应该可以先得月 向五官申请租借熊猫 已经14回了 一直被驳回 原因也不难理解 除了卫生问题堪忧之外 那四五十度的高温 还有耸人听闻的恒河水 咱的宝贝熊猫出国去印度过日子 分分钟变成极限生存挑战 除了自身条件之外 其他申请租借熊猫的竞争对手国家 那可真是太有竞争力了 荷兰在申请前就种植大片株林 后来又建豪华宫殿 法国甘愿用核燃料养化油来换 租过去之后 各国也是当心尖尖来疼爱 这一笔 印度实在不占优势 不过租不到大熊猫 三哥也有令人叫决的办法 自己DIY 他们给大乡 鳄鱼甚至狗子涂上黑白颜料和黑眼圈 说我们印度也有大熊猫 不比中国差 大家看了都消差气了 不过这倒算是阴地质疑 要是真借到了熊猫 那门票得多贵啊 作为大熊猫的本土平替 经济不宽裕的朋友 也只能看看这些DIY版本 四舍五入 勉强过一把熊猫引了 别的国家未看两只熊猫都得抢破头 咱可是有条件看一大堆熊猫的 去年大熊猫从并为物种 降级为异为物种了 咱再努努力 说不定哪天真能实现人手意志呢 好了不说了 社长啊该去梦里排队 令自己那只熊猫了 感谢收看海克斯情报社 点个关注更新更快 咱们下期再见